新世代对于这个职场的想法大不同 这也考验着各位管理的任性跟能力 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们在追求工作价值 其实我们的流动率是7年来的新高 在新的数位百块之下 最优秀的人才 其实已经开始往新牧场去布局了 未来优秀的人才 不会只是要去台积电或联发科 他们不需要移动 他们就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生命 那我在创办外领域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初衷 是希望能够汇集一流的人才创造无限的可能 因此特地选了云端这个产业 因为它并没有国界 近期国际大厂许多在台湾设立软体研发中心 以及相对于在数位经济领域上面的蓬勃发展 这都给了在台湾的软体人才有一个好的机会和舞台 能够让台湾许多的好的利用能够出口到国际端 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人才和国际接规的一个机会 人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资产 所有的任何事情推动 其实都需要靠人才 身对一个这样子 比较像是创新创业的一个新创公司来说 人才具备有创业家的精神 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条件跟核心价值 我们也会提供相对于充沛的资源 让人才去发挥他的所能 去贡献他的创意 然后来带领公司在全球的一个布局的一个发展 现在目前随着科技在进步 其实每个人在工作上 可能会再增加一个第二值亚的一个部分 你的技能是不是在未来往后 是在五年或十年 可以帮你持续延续下去 或是甚至可以支撑你的心 因之这一块是有一个起伏的一个动作 主要是你要拓展第二值亚的话 第一个学习不能间断 时间不能停止 你唯有不断的一个学习 不管是从同事间或产业间或企业间 不断的学习 你自己的值亚 你自己的技能才有办法做提升 你不晓得什么时候 你会mix怎么样的一个技术层面 可以让自己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